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有其他的号是潜水用的 大概接触到了一些人 这些人有人会称之为反贼 有人会称之为所谓的牧羊犬之类的东西 我个人认为我比较倾向于称他们为什么 称他们为意见者 什么意见就是不同的意见者 他们相处下来的话 因为人嘛你很多东西都要自己有一个思考 有一个归纳 你接触到的这一类人 他们背后也代表了一个或者不同的观点 当然了展现出来的都是反共反华或者反中 但是呢还有细微的不同 从表现上来看 其实我认为有三种状态吧 第一种呢就是说表示意见 对吧就说哎呀你们这个比较多的一个就说司法不公正 对吧就举案例 然后呢或者说是你们没有民主没有普选 呃或者也是举案例吧 什么人人大代表啊这样那样的东西 那这一类的人呢都可以跟他们比较好的沟通啊 又或者说有的人在说什么相对来说这一类人的话 港澳台会比较多一点就是香港的这个定位 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中共害的 还有呢台湾它不属于大陆对吧 我们台湾要自治 呃这样子呢其实有各种的沟通想法 我呢也也可以理解有一部分的人的想法 因为很多很多人尤其是这一代年轻的港台的人呢 他从小就没接触过大陆 接触到的也没去过 然后也不认识太多大陆的人呃偏安抑郁吧 然后呢他的资讯也通常都是经过港台媒体的一些加工 有转到你想中国现在是舆论场 我之前说过很弱啊 有好事不会说的 坏事马上转了 越落后越坏了 大家越喜欢船对吧 那整体上有可能就是说因为一个自己事业观点的问题 同时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以前一直过得好好的 突然你来一个人说你管我就管我呢 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有种逆反的心态 还有呢就是渲染的一些中共一些呃什么神秘消失啊 请喝茶呢 呃或者各种啊监听各种监视这一类 以前用在苏联老大哥身上的段子一些传说 都会用在这个对大陆的宣传上 但是这些人呢总体来说还是可以交流的 就是可能交流到最后他还是不会放弃就是台湾独立 或者香港独立的看法 那你也当然也不会放弃说这个两个中国可以不管 对吧 但是整体上来说是增加了双方的了解 就是说为什么对吧 有理有据或者说从情感或者各种因素上面 这一类呢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因为他会举一些不同的例子 你也会举一些不同的例子 呃可以通过查询通过一个学习呢 增加一些不一样视角的观点和看法 还有呢就是冷藏热讽啊 这这种人呢干货们干货有一点 但是说嘛也说不清楚啊 更多的就是在那边 其实我感觉就是一种抖机灵过嘴瘾的状态 我有的时候也会对吧 这个这个东西要两说对吧 但是呢我抖机灵的时候还会说一点干货什么的利一下 毕竟被打脸这种事情我也不喜欢 空口乱说呢也不符合我做人的一贯忠止啊 剩下一种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沟通的机会 就是那种上手直接骂啊 粉蛆啊你这个五毛对吧 还有呢就是什么那个扣帽子之类的东西 这种人呢基本上你跟他说是你说你的他骂他的 还不是他说他的是他骂他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多沟通的机会啊 那这些人呢其实他还有自己不同的立场啊 是这样子的一个呢就是说我之前的那种就是直接开骂的那种人类 基本上属于无脑反 就是说我虽然不清楚中国不清楚大陆 或者说我来也没来过接触也没没接触过 但是我一定要反对吧 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就有点像什么那家里有小孩的或者从事教育都会知道 就是一个逆反心逆反气的一个状态吧 就是你说的我骗反着来 你说什么都不会听 对吧 这种无脑反那也不大好交流啊 什么那么说吧 但有的时候说着说着他会听你两句 还有一种呢就是就是就是抱着这种目的 他就是目的也不是说反 他就是说要把水搅混对吧 呃有可能一开始你们会有交流 但是说到最后的话 你如果说你有干货比较多 你会发现哎 你还在你们之前围绕这问题 他突然不提了对吧 呃他会引用一些其他的东西来跟你绕 你说哎他答个B答个C答个D 对吧 但是你问他哎对不对 他在回答个E 他就是不触及到问题核心 那这种人的话呢 我相信啊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搏不过你 对吧 想翻扯话题 呃他心里呢 应该是知道一点一点是非对错吧 但是呢 也是拒绝沟通的一个状态啊 这也是一个立场 就是说他的立场并不是奔着交流来的 他就是呃看你说话不顺眼 对吧 就这么回事情跟无脑反还有点不一样 他还有一点点自己的思考 呃另外一种呢 就是敌对啊 敌对这个我们不用说了 对吧 这个同仇敌忾 深仇大恨 基本上呢 呃在用中文的情况下 碰到的会多一点 你像碰到欧美用英语啊之类的 相对来说好一点 你说两句呢 呃有的会骂粗口啊 就就那种无脑骂的 还有的呢 你说两句他还会听一下 哎他说啊原来是这样的 他也会去了解 对吧 这个敌对呢 其实就是比较一个重要的立场问题 还有一种呢 就是呃 怎么说呢 跟无脑反也不一样 无脑反很有可能是他们培养出来的 就是那种早些年离开中国的 就是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个世纪 或者说呢 零几年 呃他出去之后呢 肯定是会存在一种优越感 是优越感使然决定的这种立场 就是说 我出去我聪明 你们留的就是傻 对吧 我的决定一定是对的 你们越来越好 那一定是骗人 在这种趋势下呢 他也不会去看任何中国好的地方 呃 金灿荣政委呢 也说过 就是说有些人喜欢 拿中国垃圾堆的东西 和国外博物馆的东西去比 那这点我觉得形容的很对 你要比较的话 还是说 一个就是说拿现在的东西 对吧 否则你拿 九几年 对吧 八几年 你说贪污横行 腐败啊 粗暴之法 这承认的 这是一个中国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 谁也不是一上来就好的 但是你能往前追溯 其实跟你兑现的人也可以 对吧 那往前追溯 别的不追溯 你这个 呃 我见过有人跟我说美国的这个问题 什么粗暴之法 那我想问一下 你了不了解黑豹党的两个领袖是怎么死的 说司法公正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他们在开审的时候嘴巴被贴胶布这个事情啊 嗯 所以说呢 他是为了维持自己的优越感受这些东西 他就是希望你过得差过得惨 这种人呢 那就是说他还跟其他的不远 其他的他有自己的立场 有自己的团队 他是希望拉动一切的人来搞你 把你就算好 他就算知道也要把你拖下来 对吧 这种这种立场就不是特别好 然后呢 从我个人而言啊 大部分这些人啊 他的逻辑都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因为毕竟现在信息透明 不是像零几年或者九几年只有报纸 对吧 只有一些地摊读物 那现在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直接你网上一查 你懂点英文的 你查英文媒体 或者不懂的 你查德文法文 还有那个谷歌什么在线翻译都有 你都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就能够直接打脸 比如说 我之前我在这上也屁过几个摇啊 然后那个人好像后面把我拉黑了 比如说那我说一些可以查到事情了 比如新冠这个事情 对吧 那一开始中国是一个什么应对措施 欧美的不理解 然后有一个冷潮热讽 包括在物资供应上面也没有太多的帮助 到了之后呢 我们结束了 他们那边爆发了呢 结果应对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 就是由于这样的不同 导致了很多国家 它是一个失控的状态啊 现在虽然稳定 这也是建立在死了很多人的情况下 才得以控制 如果说不服呢 可以比较一下 就是中国的人口总数和病例数 我相信肯定这个比例是比不上欧美的 当然了 我不是说幸灾乐祸 虽然说很多中国人都有这种情况 我呢 有的时候也会有 这是为什么 很简单 你倒霉的时候 别人在那边幸灾乐祸 现在轮到他了 你这种胸口肯定有一种怨气 对吧 但是这个表现的方式行为呢 还是要把控一下 但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源头不在现在嘲讽的这些中国网民 而是在于你们当初的那种所作所为 之后呢 再举例就是说 有些人就从阳术大水的时候就一直说 哎呀 你们出来 对吧 天天跟我们兑现 你就是为了宣传中国 你那个国内 这个大水你也不关心 对吧 那个北京新冠你也不关心 这个不关心 这个不关心 怎么说呢 首先一点 这个大水呢 大家都知道 而且有兴趣的呢 可以翻一下我之前推特 或者跟我兑现的时候 我也会贴给你 从6月5号那个时候 短 当地短信就有一个暴雨预警 以及一个排洪洪水预警了 之后呢 一直有报道 不是说没有 只能说是 有些人有可能说 会跟我说什么 热搜什么的 热搜 说实话 一个有脑子的网民 都不会看的 热搜是流量 是娱乐圈的事情 这方面事情呢 回车 对吧 你不信百度呢 你谷歌一下 打入内容 点个回车 以后就可以加个央视 或者不加 你看一下 有没有相关报道 这种东西 我就不便细说 对吧 毕竟有的人 可能比较懒 这种行为 也不高兴做 再说其他的 然后有人说 那个小孩跳楼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深称关心的那些人 有没有了解过后续 就是说这个小孩呢 一个就是说 这个作业他作文是持交的 第二个呢 他是抄袭 第三个他批改的内容 都是模仿老师笔记 所以我更可能的倾向于 就是一个小孩 被老师发现这种事情 要告诉家长的 惊慌失措条楼 有很多小孩都会这么做 只能说是存在一个学校 和家长沟通上 有个缺失 以及家长监护人 有个监护不利 学校安全没做好 至于说教育问题 我认为是不会有的 这种东西 只能说是喜欢操作业 不教作业 这种东西 人本来就从学生的角度来说 不是特别好 那就说基本上逻辑就是这样子 你说我这个那个 那个这个的 那我也可以说你 比如说有些人跟我兑现 对吧 那说你不关心国内 那我说你也不是在跟我兑现吗 你也不是很关心 中国不关心你们当地吗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种带立场性的逻辑指责 那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而且我相关的这些油管的视频 虽然说不多 但是呢 也能表明我对国内的了解 肯定比他们多 而因为了解 所以我才会有这样一个自信 自信政府能够解决这些事情 比如说洪水 比如说新冠 比如说中印冲突 之类的东西 那还有人呢 就喜欢扣帽子 就这种就是说不过你了 就开始把你的屁股放歪 对吧 说你是党员 首先一点 你称赞一个是共产党员 从个人认为 其实还是蛮好的 因为在中国人的目前理解里面 共产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政党 有着自己一个精神 哲学层面的一个纲领 当然在国外不是这么看 那你说的话 那我就当你是个宝义吧 还有呢 就是说 但是我不是党员啊 就是被你们当作党员呢 可能我有某些特质 比较像让你们误会了 但是呢 对吧 帽子扣歪了 扣不上 然后五毛就不用说了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无名话 你说我五毛 我也能说你五毛 对不对 你没有人会自发为中国说话 那我说呢 那没有人会自发的为 会来喷中国一样的 还是逻辑上的问题 再加上不能独立思考 这个东西就跟吵架一样了 你傻逼 你才傻逼 这个东西说不清楚了 就就沦为了揭骂层次 稍微高一点点的那种状态 还有呢 说什么 这时候不能思考 你被洗脑 其实还是一个优越感啊 就是要维持自己 哎呀 我又没有说脏话 又骂了你 还能提高我自己的一个地位 但是这种地位 我怎么说呢 不是自己感觉的是要别人给你的 知道吧 你说自己地位高 就像个小孩说 我好聪明 你傻逼 优雅的装逼不是这样子 然后呢 说话还是要负责啊 即便是在互联网上 你说出的事情 总有人会来打你脸的 比如说你举的例子 举的真相 有出入 对吧 那别人说你 你就不要去指别人立场什么的 国家什么的问题 你先就是论是你这事情有没有错 有错 那改正 对吧 觉得没错 那就讨论 这是很正常 一个正常人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在网络上重拳出击 现实中唯唯诺诺吧 然后呢 最后说一个立场 就说什么五毛什么的 为国发声其实很正常吧 我觉得 对吧 你中国人肯定要为中国发声吗 你美国人为美国发声吗 对吧 你具体到某个地区 你香港人肯定为了维护香港利益 你台湾人肯定维护台湾人利益吧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一个个人立场的问题 但是你也要认真局势 分清对错 对吧 又或者呢 你就是说以国为上 就比如说 美国虽然打这个 打这个是不正义的 你自己首先要承认是不正义 但是可以缓解美国的某些某些问题 那你从这种功利性的角度去分析 那顶多道义上谴责你一下 但是也不会说你错 对吧 你不能说 既承认了这个事情能够获利 又要从道义上去粉饰他 那这个就有点又当又利的意思了 还有呢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你喷中国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有意义也好 很多人都喜欢隐藏 就是说我喷中国 我要骂你中国怎么样 但是我不说我占谁 对吧 就自己都羞于表明自己是支持哪个国家 或者哪个国家的思路 那你是不是从骨子里觉得这件事情 表明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对吧 大家都坦坦荡荡 问题放出来讲最好 如果说是不愿意讲的 通常就是想站在一个所谓中立 所谓国际化的立场 高高在上的喷 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在三回合之内能够说出靠谱的话 所以说 反对的意见呢 反对的那些意见者 你有可以沟通的 也有无法沟通的 当然这些人啊 你不仅国外 中国也有 我注意到今天有人说 那个上海有一个什么人砸苹果店 对吧 还有前两年那个 反日货 拿环心锁砸了一个日系车主脑袋 这种人说白了一个称火打劫 第二个他也是无脑粉 就像我之前举的那种直接开骂的那种所谓意见者一样 其实是一拨人 只是他只是为了宣泄情绪 只是为了骂 只是为了怎么样 他不去管是非是非对错的 这一拨人呢 你把他换个位置 他直接就变成那个直接开喷的那一拨人了 没有什么区别啊 也不能换混作一谈 所以说你出来 你要表达一个自己的观点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自己想清楚 对吧 比如说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新闻有问题 那个新闻有问题 那下面必要是一方面 对吧 那你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比较弱 是你要呼吁一下 虽然说很有可能会像17万个推特账号一样被分啊 但是那你争取国家立场 争取国家舆论场也是你的目的 又或者呢 你是想与国外某些不同意见的人互相交流 达到互相了解 互相沟通 这也是你的目的 还是说你就是没事过来吵架找骂的 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态度 而这种态度 你与其绕弯弯 先假装很理性 后面再露出本性 那没有任何意思 也浪费大家时间 不如直接说 比较好 对吧 所以说呢 我最最终还是说 其实无论是意见者也好 还是国内的 呃 所谓你们嘴里的五毛 小粉红 或者说怎么样也好呢 说事情还是要提高自身的水平啊 这样子你才能跟对方能够正常的沟通 也不至于被打脸 也能有理有据 同时呢 学习也是一辈子的事情 多看多听 也没有错 对吧 好了 今天的忙忙论到结束了 呃 说的也有点久啊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